好 镜头带你来看到秀林乡民代表会第二十二届第一次临时会 十四号是召开了会议 那么秀林乡公所提送十六项上级补助的经费 进行两天审查议程 秀林乡民代表会主席洛晏林表示 希望代表们能够做好监督的工作 提出地方的需求以及建言 所会和谐共同来努力造福民众 秀林乡民代表会第二十二届第一次临时大会 十四号到十五号为期三天进行召开 秀林乡公所并且提送十六项上级补助的经费来进行审议 秀林乡民代表会主席洛晏林第一次担任主席 也是第一次召开主持会议 并且向公所和代表同们说明所会之间的角色 除了做好监督的工作提出建言之外 所会之间的和谐也是相当重要的 希望双方能够共同合作来造福相亲 今天召开第二十二届第一次临时会 也是本届第一次代表审议公所提案 代表深知地方的需求与民意 需克尽职责 有效监督预算 希望各位代表同仁 为公所各项施政建设能提供建言 使各项施政能符合民众的需求与期待 以达到丙公督政及施政策之目标 在此特别恭喜王乡长能顺利连任 当选事责任的开始 期盼乡长能不负选民首托 努力乡政建设为民服务工作 雄乡公所并且提送16项上级补助的经费 包括名称课办理112年度村林长的卫民服务 村里基层工作费 建设课办理防御性强行演习 拍摄勾勤工程 道路养护工程 农业经济课办原住民保留地回复权力 社会课文件站友善空间 吉那救助金 兵站管理所兴建那股墙和情节队回馈金使用等16项 共计1200万元 吉那救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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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那救助金